HELLO,大家好,我們是Laddleman 家人說,在LA沒有車子就好像抱了雙腳 很不方便,究竟是不是 根據統計,過去一年 LA只有35%的人會選擇乘公共交通工具代步 其他人可能會駕車或者用其他方法到達目的地 他們認為乘車比較不方便 等車再加上轉車 用上的時間會遠遠超過駕車的時間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體驗一下 在LA駕車和乘車的分別 那,就是去哪裡呢? 我們交給他決定吧 為了更加體驗到LA的公共交通 我們會兵分兩路 時仔,亭亭和Jason會乘巴士和地鐵 由東邊的Alhambra 搭巴士去到Union Station 再搭兩程地鐵去到Santa Monica 而我和Lily就會自己開車 直接在Santa Monica meet up巴士組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我們現在就不知道巴士站在哪裡了 你教他吧 你找到沒有? 找到了 你好 不如你們說一下 對LA的公共交通行程 有什麼印象 其實我還沒搭過 我也沒搭過 我覺得可能會很危險 我自己不知道 有人經常說 要等半個小時 接著一輛車 我們現在就到了巴士站 不知道要等多久 很棒 很棒 有車 很棒 很棒 LA開車最重要是在這邊 我們終於乘搭完這個巴士了 乘搭了約40分鐘 到了Union Station 照舊是不太適合我 很棒 話說呢 我們應該要搭三個站 我們不知道搭了幾個站 我們太喜歡搭地址了 所以我們要搭回去 然後轉第一輛車 還有多久呢 大概30分鐘 LA禮拜到比較好上車 還有大家對到最初應該都比較新車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世界都很新車 拋到最小一點 不知道他們現在搭車那邊 不知道他們現在搭車那邊 可能是嗎 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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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沒有駕車 現在差不多到了吧 現在差不多了 三個駕駛就好了 其實我們都不斷聊天 我們挺開心的 所以就再算了 到了這個Santa Monica的Metro Station 我們成功了 回來啦 可以每天天天天都自己搭來Santa Monica 對呀 我們終於來到Santa Monica了 我們剛才有分巴士隊和駕駛隊 駕駛我們大概用了幾個小時 大概用了1個半小時就到達了 那巴士隊呢 2個小時多一點 3個小時 我覺得很累 累呀 就錯過了一集 因為它沒有 香港人會恐怖 下一集是甚麼 所以我們就錯過了一集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錯過 可能我們2個小時就糟糕了 所以比起駕駛也不是說慢很多 差不多了 因為他們塞車塞了1個半小時 我們就不用塞車 就2個小時 看到巴士和Vectra 都是有戴口罩的很多人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我原本期望可能很危險 在巴士上不可以拿相機出來 或者是 很多人會不知道做甚麼 但是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出現 所以其實都OK 今天我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今天喜歡的影片 趕快記住 LIKE COMMEN SHARE COMMEN Subscribe 記住我們是 頂級 3個小時 2個小時 可以 3個小時 大汗 小山 我 想 我